白宮說,川普總統在七國集團封會上與加拿大總理杜魯多進行了良好的會談 雖然在祝國封會前夕,川普總統和其他七國國家領導人進行了延遲交鋒 但消息來源說,川普總統和其他領導人的會見有禮得體 白宮發言人桑德斯星期五晚上發表書面聲明說 川普總統在與杜魯多總理會面時強調他願意與加拿大共同努力 實現兩國之間的自由、公平和對等的貿易 桑德斯聲明說,川普總統和法國總統馬哈龍進行了有成效的會談 兩個人討論了貿易、伊朗以及川普總統將會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舉行的會面等一系列的問題 馬哈龍總統在與川普總統會談後說,他與川普總統進行了非常直接和坦率的討論 他還說,有一條所有人能夠共同發展的道路